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经济衰退百业萧条 而弱势机构的募款更是遭遇困难 田智学文化艺术基金会在防疫期间仍不忘关怀弱势 响应及时行善尿布募集活动 捐款帮助到植物人的到宅服务金贝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号召社会大众 一起来关心弱势的植物人家庭 创世基金会受疫情影响 募款活动几乎取消 大幅影响服务金贝来源 在百业不幸之时 田智学文化艺术基金会仍不忘捐款帮助弱势 更希望可以发挥抛砖引玉效果 鼓励更多人来支持植物人到宅服务 另外一方面带来的冲击是对于社福机构 很多的大型活动不能举办 那像比如说创世基金会 他们都是透过举办园游会 爱心园游会来募集款项 让民众参与又可以来 来做一些捐款 来做得获得这样的一个捐赠 那但是活动不能举办 所以这一条线就断了 那他们持续要运作的经费 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几天前我们收到一笔捐款 希望能够支持 能够协助创世基金会 那我们希望用抛砖引玉的方式 就是来告诉大家 所有的社福机构 他们目前遭遇到的难题 那因为活动不能办 然后也谢绝大家的参观 那这个是防疫的需求 我们一定要配合 那但是引发的这样的受到影响的 这个程度的冲击 那希望社会大众都能够发挥爱心 对于我们各个社福机构的需求 我们所有的相亲好朋友 也都能够看见他们现在的瓶颈跟困境 那一起来支持他们 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些运作的 需要的经费的支持 那持续性的来关怀他们 上市基金会花联分会表示 照顾一个职务人 平均每个月要花4到6万元 而目前花联地区 免费到宅服务有85个家庭 急需要各界来捐赠止尿布 降低弱势家庭的负担 欢迎民众定期小额捐款 帮助植物人 让爱心细水长流 捐款专线038242929 记得徐丽琴旅会欢迎视报道